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造谈书 本节目一台广播电台FM430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答播出 我是杨造 在今天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我自己在麦田文化 所出版的一本新书 这是日本文学名家史讲的 最后一讲 最后一本 这一套书一共有十本 分别为大家讲述了 夏目术史 古其润一郎 戒船龙之界 村乱钢城 太宰次 三道游记服 圆腾周作 大江剑三郎 公本会 和村上村树的重要的作品 而最后一本 所处理的主题 就是1949年出生 大家非常熟悉 也赢得了从日本到台湾 到各地 世界各地 都有着众多读者的 村上村树 在这本书里面 我特别想要提醒大家 在村上村树 相当长的写作生涯当中 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那是1995年 1995年 村上村树 它基本上结束了 像是自我放逐一般 在美国 欧洲 又回到美国的 这样长期 离开日本 居住的时间 它回到了日本 而回到了日本的那一年 在日本 又发生了 重大的事件 其中 对村上村树 产生最大冲击的 那就是 1995年发生 日本有史以来 最庞大的 恐怖攻击事件 奥姆真理教的教主 埋怨张黄 它指使了 五名信徒 选择在东京的 辖关永田町 也就是日本国会所在的 政治权力中心区 一共五个地铁车站 在上班人潮 见风的时期 放置杀灵毒气 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底下 最后造成了 13人死亡 6000多人 因为吸入毒气 受到轻重不等的伤害 奥姆真理教教会当中 有一群科学家 他们掌握了 提炼杀灵毒气的知识 所信 他们拥有的设备 不足以提炼 纯度更高的毒气 要不然 死伤的状况 还会更可怕 事件发生之后 当然有很多的报道 不过 村上村说 在那里面读到了 让他非常不安的 一种认知的模式 因为 有那么多人伤亡 于是那些受害者 在报道当中 就必然是集体出现 常常只有一个名字 更多的时候 只是数字当中的一部分 失去了个人的性质 村上村树 他的小说家敏锐感 被刺激启动了 他设想 如果是自己吸入毒气 受害 打开电视 打开报纸 看到成片磊都在谈 受害者 一定会觉得很怪吧 受害者不就是我吗 跟他们所谈的 又似乎完全没有我 都和真正的我无关啊 所以 村上村树很熟悉 旧恶的小说家 Chekhov 他曾经大老远 跑到撒哈领导 去做的事 撒哈领导 也就是日本的库业岛 Chekhov 他的作品 既提供的启发 更是对比的鼓舞 比起Chekhov所完成的 村上村树想要做的 容易多了 不过就是在自己 回来所待的东京 将那些受害者找出来 还原他们作为 一个一个人的 独立的性质 个别的凝视他们 让他们能够述说 他们自己生命的故事 这就是村上村树 这个时候他所形成 称之为叫做 地对地的观点 因应媒体上 那是一种 鸟看的空对地的姿态而来的 村上村树 他要去刻画出 每一位受害者 将他们的个别经验 叠加在一起 用这种方式来认识地下铁事件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以一个小说作者的经验 转而担任报道者 相对于一般记者 那种空对地的习惯 他很不一样 他用地对地的去报道 然后在调查访问受害者的过程当中 他就发现了 有一个更大的挑战 横在他的面前 那是一份自我良心的挑战 因为如果用这种方式 个别的认识呈现受害者 是应该要做的 那么对于加害者呢 指的不是埋怨脏谎 而是那些也被媒体 空对地的就放在 叫做奥姆真理教会 这样的一个集体当中的 一个一个人 村上春树放不掉这样的念头 所以在地下铁事件之后 他又写了约书的场所 这个说明来自于旧约圣经 一般中文的翻译 就是应许之地 不过村上春树动用了 这是日文当中的重要的概念 场所 让书中要传递的看法 连接到日本京都学派 由西天启多朗 他所提出来的场所哲学 Bashow在人的外面 环绕着人的生活的 外在环境条件 然而我们不应该单纯的 从外在的角度来看 Bashow场所 其实是内外接战 一方面 环境条件进入人的生命 决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另外一方面 人也以主观的认知 选择性的对应 环境 场所 因而也不是完全客观的 物质性的 还有 约束 这个词 在日文当中 也有比中文更广泛的意涵 既是许诺 同时也是 限制 所以 藉由这个特别的书名 约束的长手 村长春束表白了 这本书要探讨的是自由和限制 集体组织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关系 1995年 对于村长春束 是重要的转折年份 他结束了在欧洲跟美国的居留 回到日本 不管他多么不喜欢日本的文坛 他还是终于认定了 既然自己只能够用日文写作 就应该以日本社会作为他的主场 而这一年 在日本又接连发生的东京地下铁事件 半神大地震 直接冲击了村长春束 他原本和日本社会可以保持疏离的态度 之后 针对奥姆政理教释放毒气的恐怖攻击事件 村长春束写了地下铁事件 含约束的场所 前后联系的这两本报导之书 另外为了半神大地震 他写了短篇小作集 神的孩子都在跳舞 神的孩子都在跳舞 这本小作集里一共有六篇作品 每一篇都以不同的方式提到了半神大地震 重点在于 村长春束 他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方式来写塔地震呢 地震在这六个故事里 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换另外一个方法问 地震对于村长春束 具有怎么样的存在上 或者是思考上的意义呢 如果说 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本短篇小作集 是村长春束所给的答案 我们能不能够从答案反推 能够了解干扰跟困惑着 村长春束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村长春束的书没有给我们太多 除了小说本文以外的线索 甚至没有 作者秩序也没有后继 另外也没有 日本的文库本 通常会有的解说 勉强能够找得到的 很奇特 只有全书最前面的两则影文 一则是影视于旧二小说家 多斯托里夫斯基 他的小说《恶灵》 那没头没尾 一共三句对话 第一句是 丽莎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 第二句 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 第三句 那太过分 太残酷了 另外一则 则影视于高达的电影 一位女子听到广播里报道 越战当中 越共死了115人 忍不住 开探说 无名的人 没有名字的人 真可怕 而这里 只说游击队战死115名 什么也不清楚 关于每一个人的情况 什么都不知道 有没有太太小孩 喜欢戏剧 还是更喜欢电影 完全不知道 只说战死了115人而已 我们必须要认真地看待 这两段影文 尤其是 如果我们将这两段影文 含同时代的 同时期的地下铁事件 相对照的话 一个主题 一种理解 就浮现出来了 春藏春书 为什么舍弃了 过去长期习惯的 虚构小说手法 去写 奥姆真理教派 他们在东京地下铁 释放 杀灵毒气杀人的 现实事件呢 因为他在地下铁事件当中 感受到了一种 挥之不去的残酷 和无奈 所以说 那太过分 太残酷了 逼迫他 必须以写作 必须用那样的方式 写作来进行驱魔 那也就是 面对庞大悲剧的时候 人在感受感知上的局限性 平常 如果是自己的亲友 有人自杀 我们不只会受到 自杀这个行动的冲击 我们还会清楚感受到 这个人 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 突然 笑事不见了 我们会由 经验跟存在本体上 不断回忆 不断复习 这个人的容貌 行为 喜好 以及一切的细节 我们悲伤 难过 因为就是 确确实实 这个人的死去 给我们带来了 匮乏 损失 伤害 或者说 社会上 有哪个小学生 被绑架 被撕票了 我们不认识他 也不认识他的父母 然而 我们一样可以感受到 这个人 这个家庭 他们的形象会在一片 纷纭混乱的资讯当中 浮渡出来 强迫我们去逼世 强迫我们为这 特定的小孩 特定的家庭 难过 痛心 然而 像地下铁事件 就不一样了 那么多人 同时遇害 灾难是集体的 无可避免 他们的个别身份 他们的个别性 Individuality 就被事件的 整体性 Totality 集体性 Collectiveness 给掩盖了 我们不是不知道 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背景 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纯粹巧合 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铁车站 被同样的一股毒气袭击 这是我们知道的 可是在事件的喧闹当中 我们就是不可能去感受到 我们无能为力 或者像板神大地震 几千个人的生命 在瞬间当中 同时陨没 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挖掘报道 我们就只会意味到 板神大地震 死了四千人 四千多人 空洞的抽象的 集体概念 这次 越是去挖掘去报道 越是空洞抽象 这就是因为 人的感官认知 就是没有办法可以容纳 几千个个别性 没有那样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 村长纯述 他借由 短篇小桌集 神的孩子都在跳 默默地对我们熟悉的 地震论述 提出了抗议跟质疑 那样的地震论述 只会使我们感受不到 地震对每一个人 真正的影响 虽然地震是集体的 社会性的灾难 然而真正的伤害 除了灾祸死亡之外 还有一些是 很个人 很细微的 所以从地下点事件 到神的孩子都在跳舞 这两本书的共通性 那都是试着要去 individualize 个别化 集体庞大的灾难 不过这两本书 尝试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法 却截然相反 地下点事件 是用 narrative 来揭露 神的孩子都在跳舞 却倒过来 是用 narrative 来隐藏 或者说 利用隐藏 来达到 以叙述语言表达的 悲哀 和伤怀 要如何用隐藏 来表达呢 我们休息会儿 回来告诉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造弹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我自己所写的一本书 麦琳出版 书名叫做《以爱与责任重建世界》 这是谈春藏春树小说作品的一本书 在这本书里面 就为大家分析了 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一部短篇小说集 在这一部 以《半生大力争》 作为它的内在贯穿题材的小说集里 每一篇小说 都有一件最重要最核心的事情 春藏春树选择了不要告诉我们 换句话说 春藏春树它违背了一本小说写作上 作者跟读者之间的基本默契 它只是营造树建起浓厚的气氛 让我们知道小说故事牵涉到一个秘密 一个关键的未知之谜 可是最后小说却嘎然指于 秘密跟谜仍然没有揭露的地方 标题叫做《泰国的这篇小说》里 尼米特他带着碧月去见巫婆一般的老女人 老女人说碧月的身体里有石头 未来会梦见一条蛇 接着写到了蒙青和尼米特去喝咖啡 碧月就向尼米特坦白 他有一个从未对人说过的秘密 他对尼米特说了一个开头 但却被尼米特打断了 不要他继续说下去 尼米特说 我了解你的心情 不过一旦化为语言 那就会变成谎言 那一旦化为语言 就会变成谎言的秘密 一直到小说的终局 不只是尼米特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神的孩子都在跳舞 这篇小说里 贯穿全书背景的秘密 是善也这个小孩 到底怎么来的 而浮现在情节现实的谜 是善也他在电车上 遇到他一路跟踪的那个人 到底是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秘密跟谜 村上都没有给我们解答 他让那个被跟踪的人 无声无息 最后消失在一座棒球场里 什么线索都没有留下 另外小说集里开场的UFO 降落在串路 更是充满了被隐瞒 没有揭示的情节 故事每一个重要转折点 小说里都不解释 小村的妻子 为什么会看了地震的报道 就决定要离开小村了 让小村离开东京 去到北海道穿弱的理由 同是左走墓 托他带去的小盒子 里面到底装了什么 为什么在左走墓的妹妹旁边 会莫名其妙 多了一个叫做 岛尾专辞的女孩 这些我们通通都不知道 因为村上村属 他都没有告诉我们 作者可以这样吗 作者可以滥用叙事权利 到这种地步吗 把他应该知道 他明明知道 跟小说关系重大的事实 自作主张的就隐瞒起来吧 决定作者可以拥有多大的权利 其实取决于 读者对作者有多强烈的信念 作者如果冒犯了读者 让读者不再信任他 他就失去了读者 这是最根本的 作者跟读者间的关系 村上村属 他最神妙的本事 就在于掌握读者的认同 和信任 所以他可以在这一部 短篇小说集里的 另外一篇短篇小说 青蛙老弟 旧东京里面 让这个人 他一回到自己的公寓房间 就发现有一只 身高两公尺以上的 巨大的青蛙 在等着他 村上村属的读者 不会看到这只荒谬的青蛙 就吃之以鼻 把树丢掉 他们信任村上 暂时终止尝试判断 就跟随着片童 就是这个主角 和青蛙来进行一场 既英勇又悲剧的 东京保卫大作战 所以读者也愿意接受 村上村属叙事当中 一再隐瞒 既有隐瞒 既有不说出来 村上村属一方面 他个别化了地震的影响 让受地震惊骇的经验 具体的呈现 另外一方面 他也得以在语言 无法明白达到的深处 提醒所有的人 不管有没有亲人朋友 在地震当中丧命 我们其实都脱离不了 地震的伤害 地震改变了 我们生命当中的 某一些感受 某一些习惯 发生了的事 就已经发生了 无法否认 也无法复原 那就太残酷了 接着再回到 村上村属所写的 地价点事件 他采访了62位受害者 在完成了这本书之后 村上村属接着又进行了 对于事件凶手 也就是奥姆真理教的采访 一共访问到了 八位曾经加入 奥姆真理教团的人 把他们的自白描述 也编辑起来 构成了这本书 叫做约束的场所 地下铁事件二 从形式上 我们可能会对这本书 做出两个重要的预设判断 第一 叫那本书 他的内容主轴是对于 奥姆真理教的认识与理解 奥姆真理教的存在跟运作 是一个寄存的事实 尤其村上村属 他采取了忠实记录这些 奥姆真理教徒思想意见的方式 所以在这里 既没有可以供 小说家虚构挥洒的空间 也没有了小说家 介入参与改造内容的机会 所以这样的一本书 我们很可能最难找到 村上村属的个人色彩 对于那些 因为着迷于村上村属 独特文字风格跟 神秘背揽世界观 人生观的读者们 尤其是人不在东京 不在日本 没有亲身经历过 地下铁事件冲击的台湾读者 恐怕很难对这样的书 产生强烈紧密的人同 第二项判断是从地下铁事件 延续下来 我们会预期约束的场所 这本书 村上村属会截肢扮演着 聆听者和记录者的角色 而尽职的聆听跟记录 前提条件 就是必须要选此 自己的价值批判 我们会以为 村上村属要让奥姆真理教徒 自己发言 他不表明 也不发表自己对他们所作所谓的看法 从浅诚表面上看 这两项判断 不能说有错 村上村属在约束的场所的前言里 很诚恳地说 我的工作是听取人们的谈话 将所谈的话 尽可能化为容易阅读的文章 深入去分析对方精神的细节 乃至于对他们立场的伦理 或理论的正当性 加以种种的评断 并不是这次采访的目的 有关更深入的宗教论点 或者是社会意义的追究 我希望能够在别的地方 由其他领域的专家来评论 那样应该会比较确实 按这形成对比的 我在这里 试着要提出的 毕竟是从地对地观点 所看到的这些人的姿态 换句话说 村上村树小心翼翼 不让自己摆出高人一点的姿态 不让自己流露出 你们怎么会那么坏 那么邪恶的高姿态 也不让自己流露出 你们怎么那么笨 这么蠢 这么荒谬的事情 竟然也相信的高姿态 不管是哪一种高姿态 那都会上市了 村上村树他所坚持的 地对地的视角 那就看不到 村上村树他想要揭露的 奥姆真理教的真相 毕竟 村上村树之所以脱离 小作家的身份 陆续去采访 杀定毒气事件的 先是受害者 后来是加害者 奥姆真理教 不正就是因为日本的媒体 日本的知识界 找不到这样那种 地对地的观点 在重大事件产生的 压迫感影响底下 在习惯性的 傲慢态度支配底下 别人都在 还没有弄清楚事实跟感受之前 就先入为主 去进行解释 去进行评断 村上村树对这样的现象 深感困惑和不满 不管是在前面一本 地下铁事件 或者是后面 这一本约束的场所 我们都看到过 受访者这样表示 说像今天这样能够 好好让我们说话的采访 以前从来没有过 这就证明了 村上村树的确认真做到了 地对地 谦虚体谅的承诺 要不然 他也不可能从 受害者和 奥姆真理教徒那里 挖掘出那么多 深入深刻的内容 不过 藏在这样的表层底下 在约束的场所书里面 被彰显出来 大方异彩 进而改变了 整份属性质跟意义的 是 这种地对地角色 是这种地对地 是这种地对地角度的 另外一种可能性 当村上村树 以地对地的态度 平等接近 这些奥姆真理教徒的时候 他得到了一个 一般日本人 几乎不可能具备的 问题意识 其他人 在面对 奥姆真理教徒 这种恐怖而邪恶的 罪行的时候 尽管反应 除了 由上而下的 这种道德位阶 所产生的 侵蚀 比拨之外 那就是 社庭的这群人 和自己 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部分的日本人 不可能接受 奥姆真理教徒 在 麻原张晃的知识底下 到地下天 散发 杀林毒气 滥杀 滥伤 无辜的这种罪责 因而连带觉得 如果发现这些人 和自己 竟然有任何 相似雷同的地方 好像 自己的生命 也就会被那 不可原谅 不可逼时的邪恶 给污染 给侮辱了 所以 他们看这些人 就只会看到 和自己最不一样的地方 坏的那一部分 用这种眼光看法 为了保护自己 不至于被牵连 不至于被污染 奥姆真理教徒 非得是一群 怪物不可 然而 从地对地角度 触发的存在 却很快感受 并且承认了 自己和这些 奥姆真理教徒之间的 相似之处 相同之处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的话 他说 我和他们 触袭交谈之间 不得不深深感觉到 小说家写小说这种行为 和他们 希求于宗教的行为之间 有一种 难以效除的 类似共同点存在 其中有非常相似的东西 这确实是真的 这是个了不起的突破 村上尊书竟然在 奥姆真理教徒 这些其他日本人 避之唯恐不及的怪物身上 看到了和自己的相似性 而且相似的源头 不是任何琐碎无聊的行为 是双方都视为 生命当中意义创造的 核心力量 奥姆真理教徒的宗教追求 含 村上尊书的 小说写作 从这个突破开始 约束的传说 于是有了一个 潜藏贯穿在 各张灵性生命故事底下的 主题主调 更重要的 村上尊书先承认了 自己跟他们的相同之处 反而才能够准确地 砸却到 自己跟他们 最关键的 相似 最关键的 自己和他们 最关键的 不一样的地方 村上尊书发现 自己跟这些 奥姆真理教教徒 同样感受到 跟日本这个 集体化的社会 如此格格不入 日本 尤其是以前的日本 存在着强大的 多数机制 用各种显性 或者是隐性的 讲证手段 逼迫在那个社会里 成长的个人 接受多数价值 接受多数意见 多数机制 强大 笼罩的情况底下 作为少数 不愿意 或者是无法 融入多数的人 命运就极为凄惨 极为坎坷 奥姆真理教徒是如此 村上尊书会变成 一个小作家 他自己的经历 也如此 这是非常重要的 洞见 引发我们 对于 村上尊书的小说 也因而 有了 更深一层的 认识跟理解 这样的观点 就写在这本书里 以爱与责任 创建世界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